周三 美国众议院针对亚马逊 脸书 苹果和谷歌的市场垄断及网络审查行为举行听证会 四大科技巨头的首席执行官们共同出席 并接受议员们的严厉咨询 周三 亚马逊 脸书 苹果和谷歌母公司Alphabite首席执行官们远程方式出席了众议院反托拉斯小组委员会听证 议员们围绕这些公司在市场垄断 网络审查 以及压制保守派言论方面展开严厉咨询 四位首席执行官否认这些行为 并为自己辩护 议员巴克特别提出 两年前 谷歌公司为何放弃参与美国公司 议员巴克特别提出 两年前 谷歌公司为何放弃参与美国公司 美国国防部价值百亿美元项目 反而选择与中共专制政权合作 这场国会听证被视为意义重大 去年六月开始 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和司法部 也对这四家科技公司展开前所未有大规模调查 预计众议院反托拉斯小组将在夏末秋初公布调查最终报告 并可能提出新立法 应对目前科技行业垄断现象 新唐人记者王凯迪 美国首都华盛顿报道